烏克蘭總統波羅辛科星期二和安全部門的主觀磋商 之前親俄羅斯的分離主義分子舉行選舉 以此聲稱他們已經從基庫獨立出來 波羅辛科說星期日的選舉是一場鬧劇 違反了基庫和反叛分子在9月達成的停火協議 他在星期一說那些反叛分子是匪徒、恐怖分子、干涉分子 波羅辛科總統又說他計劃取消部分本來打算向反叛分子控制地區 提出的有關一定程度自治的和平計劃 星期日的投票目的是為了在烏克蘭東部的盧金茲克 和鄧涅茲克等講俄語的地區選出親俄羅斯的立法機構 不過聯合國、美國和歐盟都已經表示拒絕接受選舉 並且表示不會承認選舉結果 同時北約最高指揮官 美國空軍上將布里德羅夫在華盛頓說 俄羅斯正在有效地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邊界 向西推入烏克蘭領土 布里德羅夫說他認為有多達300名俄羅斯軍人 在烏克蘭境內訓練和裝備反政府武裝 烏烏邊界俄羅斯境內有7個型的兵力 莫斯科否認在烏克蘭反政府叛亂當中直接發揮作用 烏克蘭親俄分離分子今年4月 武力對抗政府以來已經有超過4000人死亡 俄羅斯將和分離分子一起作戰的俄羅斯軍人稱為自願者 在東烏克蘭分離分子控制區舉行選舉之前 烏克蘭最近亦舉行了國會選舉 當選議員大多數是親西方國家 他們主張加強與西歐的關係 警方就好嗎 警方會選舉